我是在中国开始的画画 所以我所有的作品是在中国画画 1992年到2009年1月 它主要在台湾 但是当时还有很长的时间 是在 Sichuan做良善遗族方面的田野调查等等 我画画前我不会考虑出题 就是我保证从偶然性或是自然性 按照我的前一世告诉我的事情 我会开始画 然后我画人物 但是是怎么样的人物很难说 我不会画一个人 但是我会画在我的想象里里面的一个画像 可能透过画一个面貌 我想画一个内在 同样的如果我画一颗书的话 我不会画这颗书本身 我会画这颗书的成长的过程 我不会画已经被定下来的一个状况 我要画不断地在改变成长的一个事实 因为中国的笔其实是最聪明的工具 中国的笔他会做按照你的心意 按照你向此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可以说中国的笔他有灵魂在里面 我不喜欢人的定位 你知道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意思是我不要留在一个身份 定位 状况上面 就不断地要改变 我是喜欢真的是从书经到淮南 基本上这一块 所以真的最古典的中国车水 其实如果是谈论西方车水的话 我也差不多这样 我还喜欢那个时代 比如我做了一个一书章篮在上海 我选择了一个表题 是蒙子的一句话 这个叫关水有树 就是基本上每年 需要为半个乡乡 所以为半个乡 我开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课 所以我是上海地铁传家 我到处都是用地铁传家 我觉得没有比上海地铁 世界上更好的 我是法国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叫莫斯·马森·莫斯所写的 我常常请我的学生读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进入人类学 就跟他们修 roadsh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